我明明不想回农村住 你非要我和你一起生活 在那里处处都排挤我 你怎么就不能理解我一下呢 农村生活多好啊 不比大城市轻松吗 农村生活多安逸 你不听 你非要去 而且咱们也没有这么多的资金保障 你只要一喝起酒来 就没有我和孩子什么事了 你总是不管不顾 我还要帮你看店 家是两个人的 又不是我自己一个人呢 现在孩子根本管不了 你就是一个不称职的父亲 店里忙里忙外的多辛苦 我一个人也忙不过来呀 不需要你帮忙打把手呢 孩子的管教 你不也有责任吗 为什么总要怪我 你现在总是打着 出去应酬的幌子出去 一走就是夜不归宿 你的身边总有陌生女人 和你共见搭辈 你工作这么长时间 一分钱都没拿过来 反而现在还要花我的 我的身边根本没有陌生女人 而且我们就是普通同学 也没有别的关系 更何况我现在努力转行 做工程 给这个家努力赚钱 有请对夫妻有请 男嘉宾吴先生45岁 来自吉林自由职业 女嘉宾潘女士43岁 来自吉林自由职业 有请两位有请 欢迎两位 结婚多少年 20年了 20年了 今儿你要来的对吧 对就看一下我们以后的婚姻 有没有必要再延续下去 这个婚姻这么岌岌可悲啊 几个孩子呀 一个 男孩女孩 男孩 多大了 是吧 考完大学了 没有 今年高二 说说怎么了 从我俩结婚 结婚以后吧 就是一直在农村里生活 就跟他父母在一块 这时间长了吧 肯定是会有一些矛盾 然后就是从生活齐聚方面吧 他父母天天早上四五点钟 就起床了 然后我们也不能睡懒觉 要是睡懒觉呢 他父母就会觉得 我比较懒 还有就是在饮食习惯上 我个人的口味呢 就是比较喜欢吃辣的 然后他父母要是做好饭 我要是放点辣椒啊 或者是其他的东西 他们就认为我比较矫情 就嫌他们做饭不好吃 在农村 那农村肯定是 你种地啊什么的 你不得早起点吗 你要是那睡到上个头子 再起来再干活 那好了 那什么东西都受过不来 是吧 还有一个 那你说老人 你们当时怎么认识的 我们两个是经人介绍的 然后呢 以前呢 也在城市里面打工 打了几年 就过去你们是在城市里打工的 是吗 对 经别人介绍 因为相爱结婚之后 回到了农村 是这意思吧 对 好 然后你就说在农村生活不习惯 对 后来就这么 二十多年都在农村生活吗 二十年 没有 就是因为 这不是说是刚结完婚吗 刚结完婚一段时间 然后有小孩了 然后也是时间长了 这个矛盾 日益就激化了 我就不想在农村生活了 因为我感觉我俩的能力 就是在城里的话 也会有一份不错的生活 不错的收入 另外呢 就主要是说为了孩子以后吧 就能有一个更好的学习环境出来了 嗯 然后他始终就是不情愿 孩子多大的时候出来呢 三四岁 本来是说是到城里的话 我想应该会过得很好 结果呢 他认为是什么呢 你非得逼着我来的 我不情愿来的 然后呢 他也不干活 他成天呢 就是找朋友出去喝酒 就最不能让我忍受的 就是有一次 他想吃火锅 然后还在家里吃炭火锅 就导致我和孩子 我俩就中毒了 孩子比较重 就在那个重症吸氧舱里 吸了七天氧 医生给的建议是什么呢 就是说可能会给孩子 记忆力衰退 这个后遗症 就这个事 我是最不能 他要说这个事吧 其实那个时候 那个医生啊 他就是在吓唬他 你看他说 后来说有影响 说有影响什么 记忆力等等的 后来这不也都出去 去检查也没有 那孩子都这么大了 哪有影响记忆力的 我人家是说有可能性 我明白了 就是对这次的 这个中毒的事件 其实心里是有点过不去嘛 确实是过不去 因为啥呢 我就是孩子 就是我的命 我最主要的就是孩子 别的的话都可以容忍 所以你就把 我就不可能容忍 你一句话已经把你们 这个婚姻一脚已经踢碎了 因为孩子是你的命嘛 孩子是 他可有可无嘛 说心里话 那个主持人老师 因为当时出来的时候吧 我就不怎么同意 因为之前呢 在外边打拼了几年 然后呢 城市当中这节奏吧 就太快了 结果的感觉呢 就压力比较大 然后后来呢 就是结婚之后在农村呢 我认为农村其实也挺好的 而且呢 也能跟父母在一起 也能说 作为我一个作为一个男人啊 我也能完成我的这个责任 把养我的人和我养的人都带好 但是咱们呢 就是当时那个时候吧 确实是说 因为 就是企业也不怎么发达 而且在农村呢 也只能说 从这个 种地这个角度 能够出入 确实说 相对来是少了一些 后来呢 在他的这个兼职下呢 我们也到那个 就是城市当中去发展了 这不去了吗 对啊 去了是 这不是不情不愿的吗 对对对 他要是说 他要是说负责任一点 他要是在外边挣钱 他要不是说是跟我俩生气 他也不至于成天喝酒 也不至于发生 孩子中 他中毒的这个事 好好好好 原来是这么归因的 这个逻辑就跑通了 他是给孩子造成了 以后有一定的影响 因为会造成记忆力减退 减退了吗 肯定有影响啊 要不然的话 医生不可能说这句话呀 我每周我得带孩子去医院 做一次检查 我看看 看一下有什么发展 我还得给孩子买这个药 买那个药的 这是你的教育 还是大夫让你干的 大夫说有可能会造成 就大夫就说了一句 有可能 您就开始过不去了 对 那不是孩子病了 那是您病了 我负责任的说一句啊 是不是那如果现在 孩子学的不好 或者什么成绩不好的话 就怪你这件事吧 那肯定是 肯定啊 他就总是牢骚嘛 行 这事我们放在这 还有别的吗 还有就是我们 出来的时候就说了 说他主要负责 给外边挣钱 我负责给家带孩子 但是结果就跟 预想中的是一样的 这个刚到城市里的时候 因为刚去嘛 然后呢 就是也没有什么 太多的出路 后来呢 我发现就是在 那个夜市出摊 摆个小烧摊 投资成本还小 因为毕竟烧摊 得是晚上出嘛 就夜市嘛 晚上出 他就天天说我懒了 你要是说好好挣钱 我也不能说啥 那你说你天天 出摊的时候 他朋友一来 他就跟他朋友 去喝酒去 然后这个摊 他也不管了 那你说搞餐饮 那你说 不得靠朋友捧场 因为一捧场 没人吃饭 那怎么挣钱呢 那朋友来了 我能不赔他吗 那你摊 你不就不管了吗 那我就得带着孩子 我过来给他看摊 你说孩子那么小 天日那么冷 那这烟熏火燎的 你说给孩子 还得了一个鼻炎 他跟朋友喝酒 他喝多了之后呢 还跟那个顾客 大吵大嚷的 那这个时间长了 我就发现啥呢 我就发现这个孩子 也跟他一样 就是跟我俩说话 也是大吵大嚷的 烧烤菜就干不下去了 是这意思吗 后来经过我同学的 那个介绍呢 就是我跟同学在一起 搞那个建筑 就在工地上 包一些小活 外墙保温呢 还有什么土料啊 还有些粉刷类的 这个工程 他说是做建筑方面的 其实是他是有一个 名正言顺 出去跟朋友喝酒的 这个理由的 我和孩子在家 他是不管不问 是 你出去跟朋友 跑工程了 那你和谁 出去跑工程去了 你跟你谁合伙了 和我同学吗 你说你跟哪个同学 其实就是一个女同学 她就总是拿这个 就说事 说我 我们俩成天 就出去吃喝什么的 那你说同学帮忙 那同学都说 朋友 就是跟那个 工程都得一起去谈 你在一起合作 那你能说 让一个人去吗 不得两个人吗 跟你那个女同学 出双入对 勾肩搭配的 你看你就是 她总是这么认为 那你一起出去 谈个工程 都很正常 出去吃饭什么的 之前吧 是白天见不着人影 他说他出去干活去了 现在呢 是晚上的 也见不着人影 然后晚上说 出去跟朋友应手了 这次挣上钱了吗 没拿回钱 挣钱是挣钱 但是什么呢 因为干工程这个东西吧 你得把钱 你这次挣着的 然后我还得投入 下面就买一些机械了 还有什么 而且现在有的时候吧 这些年下来 有没有挣到钱吗 挣到了 那不就完了吗 没拿回钱 他说他挣着了 但是他没拿回钱 家的这个 我和孩子的费用 都是我做兼职挣来的 我做了两份兼职 一个给人做代账会计 一个是做同城抛腿 他没给我拿回钱了 而且他有的时候 他还得从我这拿钱 所以说这么多年 等于您打了两份工 养活着儿子和老公 是这意思吗 基本上是 没有 不像他说那样 就是我确实是 也挣着钱了 但是因为什么呢 就是我同学 他这个工程嘛 就是需要这个拆钱 对我不管你 挣没挣着钱嘛 借给他一部分 每个月人家 你俩的生活费有没有吗 过日子的钱 您有没有交给人家管吗 那怎么那也都没有呢 有时候那柴米油盐 不也都得买吗 那么也都得花 那够吗 并不是说一分钱没有 那够吗 你交给我多少钱 那你说 那我照外边去 那工程 做工程 那也不是说 手带手去的钱 你也不来改善 我和孩子的生活 你还好意思在这说 一个月生活费是多少钱 你知道吗 他如果说 他要是说 真是给外边 安安心心挣钱 他把钱拿回来 然后我也不是说 出去做 做了那么多兼职 至少我有时间 来照顾孩子 孩子也不会至于 到现在这样 我本身 孩子现在怎么样啊 上一次开那个家长会 然后我去了 那个老师就跟我说了 说我家孩子现在 逃课 早恋 但他早点逃课 那你不会收拾他 你不会说的吗 你去干嘛 我拼听了孩子几句 你知道当时孩子 是怎么跟我说的 你现在才来管我 你早干嘛去 当时孩子说这句话的时候 我那心情都没法形容 我本来我出来 到城里生活 我的主要目的吧 是说是给孩子一个 好的教育 结果到现在 成这样了 你没有一点责任吗 其实我感觉 他这些问题吧 很好解决 还是我当初那想法 还继续回农村里 没有必要在城里 你看城里压力太大了 而且现在农村 生活条件也都好了 种地都集结化了 那非常安逸 这就是我俩之间 主要矛盾 我说的问题 我俩从来都不在 一个频道上 那你们俩怎么坚持了二十年 是什么动力 让你们坚持的呢 未来让孩子 有一个完整的家吧 好像那个完整的家 也没给孩子 带来一分钱的好处啊 按您这个说法 是吧 但是他至少有妈妈 有爸爸 不是离了婚 也有妈也有爸呀 那不一样 那有什么不一样的呢 那种感觉不一样 哪不一样呢 至少是在孩子的认知 我感觉是不一样 但是孩子的认知 不就还是这个认知吗 按您那个说法 就是所有的孩子 要健康成长 必须有一个专人负责呀 那这个双职工呢 家里面是异地的 那孩子都得坏成什么样了 是吧 这是您的说法吧 你看主持人那说法 跟我看法就一样了 那不一定 非得两个人都 没有 我们俩看法不一样 怎么不一样呢 我们俩看法当然不一样了 你干嘛了 我就问你 这十几年你干嘛了 我在挣钱了呀 你挣的钱呢 我们俩的看法怎么 你交多少钱你就说嘛 压到工程管理 你交了多少钱你就说嘛 那你现在跟妻子说个实数嘛 你压工程管理多少钱 我没听说过这个 做什么工程说 我收入都没有压到工程管理 每次出去喝酒 谁花钱 肯定他花钱 谁花钱 谁花钱 有时候跟朋友在一起 跟朋友在一起有钱 为什么不给儿子钱 不给老婆钱 这跟离婚有区别吗 你自己说的吧 过去白天还能见 现在白天晚上都不见 要钱钱没有 要人人没有 你这个跟离婚有区别吗 你这比离婚还糟糕 因为之前孩子说 孩子说那个 跟孩子有什么关系呀 孩子一提 不要拿孩子做挡箭牌 跟孩子有关系吗 孩子为什么逃课妈妈 我想问问 就因为我俩总吵架 就因为你俩总吵架 你看你们俩不在一起多好啊 你今天要来干嘛 你今天来不就一个声音 把钱给我交回来吗 我还这么凑合着吗 你要真为孩子好 你还不能忍了吗 从你上台到现在 我没有听到一句 你说他的好 我没别的意思 我核心想表达的 一个意思是说 夫妻已经二十年了 你们藏着掖着了多少东西 你们自己心里想 妈妈就在拿孩子说事 孩子变成了一个 跟丈夫博弈的 一个核心工具 丈夫就不做任何作为 就开始逃 钱钱钱跑出去 勤勤勤跑出去 你觉得你跟你合伙人的关系正常吗 正常吗 天天混在一起正常吗 应该在一起合作 承包工程嘛 嗯 所以要吃在一起吗 所以要应酬在一起吗 您就没时间去看孩子吗 两个人都只在说 我 我需要 没有任何一个人想 换个胃 替别人想 哪怕是一点 多自私啊 结婚二十多年 夫妻感情这么寡淡吗 你们听听老师们的建议吧 一起进入 丘比特问卷 做丈夫的 为了当年 被妻子逼迫进城 到现在还耿耿于怀 似乎不像一个男人 但我更多的看到 这位丈夫在为自己 对这个家庭不负责任找借口 更述我直言 你就是一个活在借口当中的男人 妻子当年 不适合农村生活 想进城 我在想 这当中 有观念上的城乡差异 更多的是为了孩子的教育 进城了 好好过 好好干 你做到了吗 孩子到今天18岁 逃学逃课 做父亲 你有责任吗 你很轻松的 我在外面赚钱 孩子归你教育 那要你的父亲干什么 我们对孩子的遗传 不仅仅是血脉基因的遗传 还有后天的遗传 你对生活的态度 对家庭的态度 对孩子的态度 对他母亲的态度 孩子都看在眼里 都学在身上 所以孩子才会有 今天这样的状态 当然 一个巴撞拍不响 孩子到今天 做母亲的 也是需要承担责任的 我能感受到 你对这一个孩子 过度的呵护 过度的宠爱 你认为一切 都是为孩子成长好吗 尤其是一个男孩 我们更多的是 需要让他去磨码磨炼 去放养 你做妈妈的做到了吗 你虽然很苦 做两份兼职 丈夫不给家里钱 你也在抚养着这个孩子 不容易 但方式错了 我今天得出的结论 你们两个人的婚姻 是真正的名成实亡 再不要拿孩子说事 为了孩子好 你们离婚 可能对孩子更好 孩子会懂得成长 懂得独立 自立 自己去面对生活 去面对这个社会 我建议你们两个人 行行好 离婚吧 谢谢伯伯兄 曲总 女生今天才想想问 说这个婚姻有没有必要 继续下去吗 我觉得太晚了 问得太晚了 因为自从孩子出了事之后 我认为你们之间就没有爱了 就是怨 从那一天开始 你们就应该分开了 因为在这种环境下 才造就了孩子 现在所谓的一身的坏毛病 你知道孩子为什么逃课吗 这是因为你们现在 家庭的秩序就是乱的 所以他在挑战社会的规则 学校就是一个小社会 他不想按这个形式 因为他至于生长的环境 就是乱的 他不知道什么是应该做的 所以他在逃课呀 在这个家庭这个孩子 最先接触的这个社会 规则里面就是没有责任 谁都可以缺位 他找不到自己啊 他应该怎么去做 怎么像一个成人的 他的榜样 男的榜样就是他的父亲 他如何看待一个异性的话 就是他的母亲 父亲和母亲之间怎么对待 就是男女之间对待 就是这个社会的一个 就是他最初的一个教育萌芽 可你们怎么做的呀 一团糟啊 所以说这样的家庭环境 这样的秩序 还不赶紧让他修正 或者赶紧分开吗 钱去哪里了 无论你们现在是否继续 这段婚姻 这笔账一定要算清楚 我认为当你把家里的钱 给到外人的时候 你就已经不在乎这个家了 你就已经想过 这个家已经没有存在的意义了 他对你来说就是一个名称 就是一个回去睡觉的地方 只有这个傻女人才在等你啊 可是他等来是什么呀 不是拿回的钱 不是你给到家里带 而是还给你钱呢 赶紧分开吧 这种家庭存在 就是对爱情的一个亵渎 就这样 谢谢剧总 严老师 我觉得其实你们俩 没有必要来我们这儿 你们俩早就想清楚了呀 只不过是离婚前来我们这里 想分分账 妻子早就想好了不跟他过 只不过这些年 钱没有见到啊 就这么离了 那不也亏得慌 先生也一样 早就想好离婚了 以前还半推半就回家 现在家都不带回的了 对吧 能出去大吃大喝 一分钱不会给妻子孩子 为什么呀 早想好了嘛 不过了呀 咱们都是成年人 为人父母 咱不想过得体面一点 把这二十年的恩恩怨怨 摆在桌面上 分一分就得了嘛 干嘛都藏着掖着 真的看不过去你呀 妻子说 哎呀你不回家 不给钱 孩子是我一个人带的 是 你是个要强的女人 农村放不下 要出来闯荡 没问题 你的心在孩子身上有多少 我也打个问号 且不说你们还没离婚 单亲妈妈我见多了 为了抚养孩子身兼树脂 孩子是什么样的 孩子在家自己学习 等妈妈回来 知道我妈不容易 她是为了我出去打拼 你儿子感觉到的是什么 我爸不回家呀 不管我 我妈心也不在我身上 因为这个男人给你带来的气 带来的怨 带来的委屈 你对儿子也不顺 你对儿子也没有个顺气 你就生活在怨气当中 生活在对家庭的不满当中 孩子怎么可能学会感恩 怎么可能去努力上进 我虽然指责你 我心有不忍 因为确实你承担了家庭主要的重任 但是真的 今天咱该醒醒 你还守着这份婚姻 指望他再把钱吐出来给你 然后你好离婚吗 再忍两年 这两年把财产算清楚 孩子上大学了 你们分手 忍什么呀 还有什么指望 这样一个人 你不早就看明白了吗 那咱就堂堂正正地走出这个家 用自己的坚强 意志 勇气 要强劲 把孩子一个人可以带好啊 你看儿子现在什么样 没从你身上得到版本的力量啊 我说妻子说的重视 我认为他还有良知 我认为他还能够挑起生活的重任 希望他以后过得好 希望你们的儿子过得好 你我都不想说 早就心不在这个家里了 咱们既然婚姻一场 为人父母 光明磊落一点 说清楚 彼此不适合 你有你的价值观 想要要强做城里人 我有我的生活观念 我就喜欢在农村耕个地 我过小日子 老婆孩子热炕头 没问题 咱光明磊落谈好 钱怎么分 孩子怎么养 彼此感恩对方的陪伴 结束 谢谢 谢谢老师 小彭老师 真的想回农村吗 真的想回农村吗 你回得去吗 您您这个身材 您知道怎么种地吗 自动化机器多少钱 踩过架吗 没有吧 张口就来的 不就是一句 我要回农村 当年就是因为 你把我逼来城市 所以让我过得不好 成为了你 这十几年的借口吗 不给他钱 这是他比你来城市的借口 不管孩子 也是同样的 我工作线没赚钱 我也不会给你钱 通通都是你甩锅的借口 你把所有的责任 推到他身上 你难道没有半点责任吗 如果你真的想让 儿子心目当中 认为我爸就不像个男人 我也跟他一样 我不需要负责任 让你儿子未来一生 都对自己的生活不负责任 你继续 但如果但凡你想 为你的儿子负点责任 就承担起 做一个男人应该有的样子 和夫妻应该有的样子 同样我想问一下 这位女士 你有多久没有照过镜子了 如果你去照镜子的话 你会看到一张怨妇脸 没有一丝笑容 只有满满的怨恨 你可以怨他 你可以怨生活的不公 但我觉得你最应该的是怨自己 你知道做女人 有一种最 最糟糕最糟糕的 自驾升降的行为 就是既看不上自己的老公 可又不跟他离开 离不开 就像你天天穿一件衣服 然后你说这衣服怎么这么丑啊 怎么把我显得这么丑啊 那你就不要穿嘛 出了问题 最需要的事情是解决 而不是抱怨 抱怨只会让你变得越来越难看 也会让你的生活变得越来越糟糕 所以你也想明白一件事情 这个婚姻你要过还是不要过 因为我知道我劝你们不过 不一定你们能做到 但我觉得你应该想明白 如果这个婚姻我还要 那我要做的唯一的事情 就是跟我老公去协商解决 如果我这个婚姻不要了 我要做的事情 就是把该要的钱要回来 而且通过正常的手段要回来 大家好说好散 给彼此留点好面子 让自己的孩子也看到 父母还是体面人 否则的话过得不体面 不是中年人应该做的事情 谢谢周老师 这个婚姻其实早已经名存世亡 我们看得清清楚楚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 还有人在坚守着 妈妈给的理由是为了孩子 那你回过头去看你理性的想象 你们这段婚姻真的对孩子好吗 一个把孩子作为 自己跟先生博弈工具的母亲 付出了很多 但是从另一个层面来说 付出的越多 对孩子的伤害越大 一个自己已经趴在地上的 一个男性 你面对儿子的时候 你怎么面对他呀 都是成年人 你们俩博弈 把他放在桌面上 大家都看得很清楚了 您到底要什么呀 您一会儿真情六十秒的时候 您把您要的东西说清楚 别再拿孩子说事了 您到底想怎样啊 您也说清楚 一起进入 真情若 真情六十秒 这些年吧 反正对你的这种期望 我已经不舍望了 我放弃了 以后 我会改正我自己自身的毛病 我会陪着孩子一起 往前走 就这样吧 谢谢两位请回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我们节目的唯一官方 报名热线是 022-2360-6301 有情感困惑的观众朋友 可以来电报名 不收取任何的费用 小心被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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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结局是 还真是有预测性 你觉得会怎样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丈夫会出来 妻子很果断 不会出来了 我也觉得男的会出来 女的不会出来 因为我觉得男的 可能在外面被骗了 他那钱呀没了 他无家可归了 来 杨老师 双不出 我也觉得双不出 他没有一点挽留举动 也没有一点觉得 这个家自己不负责任的想法 来 看结局 请 其实这里面还有特别特别多反思的地方 就是真的其实 就他们家的这点事儿 你仔细嚼嚼 把现代婚姻当中的很多问题全都嚼出来 比如说望夫成龙 最后把丈夫逼走 比如说望子成龙 最后把孩子害掉 比如说总幻想着在外面要花天酒地 不愿意尽家里的责任 最后你发现他孤家寡人 终老一生 再比如说 在婚姻当中演戏给别人看 最后完全幸福生活的崩塌 一地鸡毛的日子 你看就在这一段婚姻关系当中 我们能看到太多的东西了 对吧 生活呀 别靠演技 靠演技来的生活 一定会翻掉的 老百姓的日子 是